什么表法的 不应该说有种事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人的这种基本的态度啦 所以如果有我慢的话就会这样想 如果我们谦卑啊就想说 哎呀不要说出地啦 实信实助实行实回想什么也没有啊 对不对 都没有就是一个凡夫嘛 凡夫就要老实就好了嘛 那么就不要说自己自己自以为是啦 若以吉固何凡何胜 所以如果以六吉的话就会分这次第啊 十第也会分次第啊 若以吉星吉佛的话那何凡何胜啊 如果说吉星是佛 那么新佛众生三无差别 那么没有凡夫也没有胜的 何凡何胜 若论六故凡胜天格 那么如果论到说 虽然吉星是佛啊 但是呢 有这个 这个六吉佛 里吉佛 就是说 小猫小狗也是佛 但是毕竟他是小猫小狗啦 三二道 我们人也是有佛 但是毕竟呢 他们只是里吉佛而已啊 阿罗汉也有佛性 他只是相似吉佛 所以呢 若论六故呢 如果分六个四地的话 凡胜天格啦 那么凡夫跟圣人呢 差很多 虽然大家都有佛性 那么三二道跟佛就差很多 又若论 其里呢 出地及具足 一切地 如果讲离体的话 出地就具足一切地呀 出地就具足二地、三地、四地 这是讲离体了 若论其行 如果讲到每一地的修行的话 后地则备备超前 出地不知道二地在做什么 二地不知道三地在做什么 四地呢 走路啊 做事啊 三地的人不知道 所以后地 备备超前 只如才登八地 我们只要登到八地 一念立身下地多结不及 我们如果做到八地的菩萨 一念之间立意的众生 叫做立身 我们如果登到八地 菩萨到了八地的话 他一念之间立意的众生 就无量无边 下地多结不及 就是说 七地呀 六地呀 五地、三地、二地呀 他们呢 就算度很多结呢 不如八地一念之间度的众生那么多 就是功德差太多了 八地的菩萨一念之间度化的众生 那么这些七地以下的人 就算度很多结也做不到 所以这个就是功夫有差 对不对 功夫差很多 虽然理体大家都一样 但是功德还是不一样 所以 我们的心性虽然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但是释迦牟尼佛一念度化众生 我们连想都想不到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要知道说 差别当中 是无差别 无差别 是有差别 再来一百五十一页 说 问善恶同源 是非 一子 云合 弃恶从善 而为法 信乎 那么他还是问 他认为说 善恶同源 是非一子 善恶 体性都是一样的 都是平等的 那么是非一子 你说他是 说他是非 他们的那个体性 都是一样的 这个问的人是站在性上面来说 从法性来说善恶是一样的 叫做善恶同源 那么是非 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不思善不思恶 在体性上面就是这样 就像六祖说不思善不思恶 这就是我们的体性 但是体性是这样子 云合 弃恶从善 而为法信乎 为什么要弃恶从善 你们为什么要认为恶要舍 然后要行善 这样不是违背法信吗 法信不是平等吗 再来就回答 说 若以性善性恶 凡胜不宜 如果说性善性恶的话 凡胜 都是不改变的 诸佛 不断性恶能献地狱之身 诸佛 心中也是 具有始法界的 所以他也有地狱法界 也有恶鬼畜生法界 意思就是说诸佛也是由众生所做 那么诸佛只是把众生心中的佛性彻底的显露 那么 众生心中的地狱恶鬼畜生性 不显露而已 但是诸佛到了成佛的时候 他为了要度众生 他能由自己的性恶 这个性恶是指说 这个诸佛的这个法性 本来就具足始法界 始法界里面就有地狱恶鬼畜生 所以这个叫做性恶 诸佛 他不断性恶 所以他能够献地狱之身 来度化众生 就像观世音菩萨他 他要献鬼王身 他也不断性恶 他可以献鬼王身 对不对 那么这个 诸佛也会献地狱之身 再来 禅体不断性善 常具佛果之体 那么一禅体 他也没有断了这个 本性的善根 所以一禅体的当下 虽然在地狱恶鬼畜生 可是他还是 很常具足这个佛果的体性 这个都是讲说 诸佛众生他们性具始法界 那么这个性 大家都是不改变的 再来说 若以修善修恶 旧事及疏 因果不同 于智有别 如果讲性的话 大家都是一样 这个 因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诈 这个心 具足始法界 佛跟我们众生的性 都是一样 所以 这个性具始法界 阿弥陀佛跟我们都是一样 所以阿弥陀佛也可以 献白鹤孔雀 鹦鹉舍利 对不对 献这个畜生 所以这个 但是如果就 修善修恶的话 讲修的话 救世及疏 救世将上面就有差别了 疏就是不同 因果不同 于智有别 我们因地的众生 跟果地的佛是不一样的 因为修的不同 于智有别 我们于智的是凡夫 智慧的是佛菩萨 差很多 大家都有佛性 可是因果不同 于智有别 这是因为修的不同 修的不同 就像我们说 人人 我们每个人都是人 对不对 那么每个人都是人 都有人性 但是每个人做起来都不一样 对不对 做起来有的人 做起来很有道德 还有很有慈悲性 但是有的人 虽然是人 但是做起来跟畜生 差不多 甚至有的人说 畜生不如 所以说 因果 余智有别 就是修了 做的不一样 就像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人 依现在的 这个世间的 这个 人权来说 我们每个人生而为人 都有人权 但是每个人所做的却 各个不同 每个人虽然有人权 比如说我们是这个台湾的公民 那么我们就有这个人权 国民的这个 权利 但是每个人做起来都不一样 这个就是修不同 再来说 修一念善 远皆 绝地 起念恶 常末 苦伦 如果我们起修的话 修一念的善法 就能够将来必定 能够达到 这个 绝就是佛 我们不是说 一举手一低头 那么皆共臣佛道 一称南摩佛皆共臣佛道 修一点点的善因 你念的善 远皆 绝地将来都会成佛 其念恶 常末 苦伦 我们其念恶心 就沉默在这个 六道轮回里面 所以这个是讲修的不同 性虽然是一样 但是修不同 下面说 若以性从源 虽同而异 如果把这个性 随与缘 叫做从源 本性虽然是相同 本性虽然是相同 差别就很大 对不对 我们有学佛啊 很多兄弟邪妹 虽然跟我们一样的环境 一样的父母啊 他们可能不学佛啊 还在追求世间的这些 事情 所以说 以性从源 虽同而异 虽然大家都是同的 但是却有差别 再来说若敏缘从性 虽异而同 如果敏除了这个缘的差别 来随从于性的统一的话 那么虽异而同 虽然大家现在都不一样 可能有人造业 有人拜佛 有人念佛 但是如果讲性的话 虽异而同 虽然有的人将来要跺地狱 地狱恶鬼畜生 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呢 虽然差别源不同 但是性都是一样 所以呢 这一个 如果讲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讲法啦 或是讲事情 要看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说 如果我们讲性的话 性大家都一样 地狱恶鬼畜生 那么没有善恶的差别 对不对 大家都是一个佛性 但是如果讲这个四相的缘 修的德 却差别很大 对不对 人家已经 已经成佛了 叫做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还是凡夫 这个缘就差很多 差很大 所以我们讲 看他站在性 站在修来说 故禅门密药经云 佛言善恶业缘本无有益 佛说善缘恶缘 本来都没有差别啦 体性都是一样 虽负不义 不共俱子 虽然善恶都是同性的 不义就是没有差别 但是他们不共俱子 不能同时存在 善存在 恶就不能存在 恶存在善就不存在 比如说我们贪嗔痴 存在了 那么我们不可能无贪 无嗔无痴 如果我无贪 无嗔无痴 那么我一定就不会有贪嗔痴 如果我慈悲 那么我就不会杀身 这两个善恶不能同时存在 虽然体性是一样 但是 他们不能同时存在 华言 坚匀 如相 与无相 相跟无相不一样 生死及涅槃不一样 分别各不同 他们各别不一样 自无自 如是 那么虽然体性都是一样 但是有相无相生死涅槃 各别不同 那么有智慧没智慧 也不一样 那么就是表示说我们的修德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一直只有站在这个性的角度 所以故知教旨如尽何所宜焉 所以这个教旨是像镜子这么明把 不用疑惑 所以我们要了解 有时候我们听到了这个经教 他讲这个是在讲性 还是在讲性 还是在讲相 如果我们听说 照见五蕴皆空 事法平等 无有高相 心佛众生生无差别 不失善 不失恶 不够不敬 不争不减 本质具足 这都是在讲性 那么虽然是这样 但是呢 虽然一切皆空 但是语言却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断恶修善 校养父母 奉事 师长 要皈依三宝 具足 仲介 对不对 你不能说 我跟佛一样了 不用皈依了 因为我们体性是一样 那么我自性本来就清净了 不用辞戒了 我们就是佛了 为什么要念佛去极了世界 所以要看在 站在性来讲 还是站在相来讲 站在理来讲 还是事来讲 那么最重要的是 要理事圆融 理体上面虽然有 但是事项上面 我们有没有 那个要自己 知道 不要 如果我们没有 然后自以为有 这样的话就会 变成大妄语了 变成妄语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 不敢承担 说我们有佛性 那么我们说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可以成佛 有的人说 不可能吧 很难的 那么怎么可能现在就是极乐世界 佛是亲近的 我们是 卵巫的 我们怎么能够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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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样的人就是 没有自信 不了解说我们众生都有佛性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佛 我们一念 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这样子的理事要 互相理解 才不会搞混 所以如果不了解我们有离体的话 我们就有自卑感 对不对 那么如果自以为我有离体 那么不知道 我们事项是差很多 那么人就会起这个我慢 就认为说我就是佛了 我就是开悟了 那么我本来就具足了 这样子人就会起我慢 所以要理解 再来151页 最后一行说 问若分修信 如果你分修德跟信德的话 修德 每个人修不一样 信德 我们跟佛跟众生 地狱鬼畜生都是平等 要这样分的 那么这个人问说 如果你们这样分的话 有修德有信德 则善恶恶徒 乖平等之词 施遍行之德 那么他意思 这个人还是站在性来说 他比较喜欢站在性来说 站在性就没有善恶的分别了 那么如果你们还有分说有一个修的话 这样不是善恶就分成两个了吗 有善有恶吗 这样呢 那么就不能说不施善不施恶了啊 那么这样有分善恶的两种分别 取舍 那就不是不取不舍啦 乖平等之词 施遍行之德 这样我们就失去平等的慈悲啦 你们有分善恶嘛 施遍行之德 普遍去利益众生的德 这个人问的还有一点 有点莫名其妙 因为其实他讲修信不是说在分别啦 那么当然他问的就是说 这样呢 好像说你们对恶的人就看不起了 就没有平等的慈悲了 对不对 那么失去遍行之德 失去要普遍利益众生的这个 这个功德了 那么回答 152页 答 那么有名大师回答就 就明了 他说 自行 虚离 约法 极空 化他等官 在人和别 那么自行 虚离 约法极空 就是说 我们自己修行呢 我们要不施善不施恶 我们不要去分别 那么 要断恶修善 虚离就是说 我们要离恶法 要断恶修善 我们自行的话 就像这个 释迦牟尼佛说 我们如果自己修行的话 要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所以要离恶啊 那么如果约法呢 就是空啊 如果我们站在法的话 善恶都是平等 那么化他等官 在人和别 度化众生的话 就平等官啊 没有分什么善人恶人 那也是要不施善不施恶 在人和别 我们不会去分别说 我要去度善人 我不要去度恶人 所以呢 这个我们是平等的啊 不是像你这样分 我们分善恶是自己要断恶修善 不是去看别人的是非 所以呢 就像六祖说 我们呢 常自见己过 不论人是非嘛 对不对 别人是非啊 那么 若真修道人 不见他人过 但是我要见自己过了 不要说自己过不见 那么都是在见别人的过 这样子是不对 所以呢 是世间话叫做言语利己 见自己过了 宽以待人的 就不见世人过 那么 我们学府也是一样啊 自己的话 就要断恶修善 那么别人的话 我们就不分 这是好人坏人 不要去分别 要平等观 是以初心自立 则损益两成 如果初发心 我们要自立的话 利益自己的话 我们一定要跟 这个损益就是善恶 恶就是损嘛 善就是益嘛 一定要初发心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 恶呢是损得 善呢是有利益 要分清楚 所以不能杀身 不能偷盗 不能这个 这个贪嗔痴 那么这个是要说清楚的 要不失词戒 拜佛念佛诵经 这对我们有帮助的 所以损益要两个都要说出来 一定要断恶修善 这是自立 那么如果就敬利他的话 善恶同化 善人恶人 我们都是要度化 不能说看别人 不起这个是恶人 这个是外道 所以就算六祖也说 世人自有道 各自不相仿 每个人有个人的道 善人有善人道 恶人有恶人的道 我们不要去分别 所以叫善恶同化 所以问的人就说你们在分别 那么永明大师说 我分别只是 自己修行的时候要分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但是看别人 我们不要看别人是善是恶 不然就变成落入是非了 不然看别人不好 就会起烦恼 这样子是不对 那么这是 回答 下面说 如夜行险道 以恶人之主 岂可以人恶故 而不随其造 就像我们夜间 走在这个险道 危险的道路上面 那么难道我们因为恶人 坏人来 他在走路的时候 是他在拿蜡烛 照这个路的话 岂可以人恶故 而不随其造 难道我们可以说 这个人是坏人 他拿这个火把 我们就不跟着他走 没有这样子 一直就形容说 我们不会去嫌恶这个恶人 如果恶人能够有造的话 恶人有善的话 那么我们也不会去讨厌他 菩萨得般若之光 终不舍恶 菩萨如果有般若的光明的话 不会舍弃恶人 华言经云舍恶性人 远谢待者 如果我们度众生的话 我喜欢度好的 我不喜欢度坏的 舍恶性人 远谢待者 我喜欢那个精进的 这些懒惰的 不要 然后呢 轻慢乱意 我喜欢那个一心专注的 这都是乱想 散乱 散乱 轻慢这些散乱心的人 你们大者都 硬硬酸找不到 散乱心 轻慢他 积贤恶惠 积贤说 这是外道 这是邪见 那么这种呢 华言经说如果我们菩萨不能这样分 所以说 舍恶性人 舍恶人 远谢待者 认为这个人谢待 然后轻慢那个散乱心的人 或者积贤 外道邪惠的人 那么视为摩业 所以呢 意思说菩萨是要平等多化众生的 并没有再分别 再来台教云呢 恶是善之 无恶亦无善 恶呢是我们善法的知良 无恶亦无善 如果没有恶法也就没有善法 所以我们修行遇到境界 这些恶元呢 都是我们的知良 就像我们说 这个 高原陆地不生莲花 悲失乌倪 乃生莲花 对不对 那么 别人这些烂泥巴 就是我们的肥料 我们开更美丽的莲花的一个肥料 所以别人的恶法啦 逆境啦 贪嗔痴 这些就当作是我们的肥料吧 这样我们的莲花才会有养分 所以恶是善之啦 有这些逆争上缘 我们才能成就 我们的道业 无恶亦无善 如果没有这些恶人 那么我们就没办法 成就这个善法 就像这个 菩萨如果没有众生度的话 也不能成佛 再来法华经营说 恶鬼入其身 骂利 毁入我 我等念佛 故 皆当忍事事 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遇到这个恶事恶元的话 那么恶鬼入其身 比如说有这个恶鬼啊 来入到这个众生的身体里面啊 附身啊 骂利 毁入我 他来骂我啊 指责我啊 毁谤我 污辱我 那么我等念佛 故皆当忍事事 我们念佛的关系 都要忍耐这种事情 意思就是说 菩萨要忍耐这些 人家的 毁谤啊 骂入啊 我们因为念佛 有正念 所以要能够 忍受这些事 所以说皆当忍事事 这是法华经 那么再来说 恶不来迦 不得用念 用念由于恶加 如果恶不来加的话 我们也不用用正念来念佛 我们用正念念佛是因为有恶来 来伤害我们 又威阴亡佛所 读法之众 那么威阴亡佛 那么那个时候呢 所读法之众 他那时候所 所度的这些众生 威阴亡所 着法之众 要这样念 威阴亡所 在威阴亡那个时候的人 那些着法之众 执着法相的人 执着 这个 是 世间法 或者是执着这个法相的人 叫做着法之众 那么他们可能执着小圣 或者执着外道 执着世间人 那么闻 不清言 骂你以垂打 不清就是常不清菩萨 就是在威阴亡佛的时候 有一个常不清菩萨 看到人就顶礼说 如等皆有佛性 如等皆当作佛 然后有一些着法的人 就是执着世间法 或执着小圣法 他认为说常不清你是什么东西呀 你怎么知道我们会作佛啊 然后他们可能也不相信他会作佛啊 所以常不清就说 我们 如等众生都有佛性 皆当作佛 我要恭敬你啊 然后他听了就不高兴 就骂力垂打 就打这个常不清菩萨说 你是脑袋有问题吗 那 因此呢 这个常不清菩萨都说 大家都会作佛 然后他们都不相信 就打他 然后由恶业故 还子不清 那么这些人呢 在威阴亡佛啊 执着这个 小圣法 或者是执着世间法的人啊 那么因为他做了恶业啊 打常不清菩萨 啊 所以呢 后来还子不清 后来呢 虽然呢 多恶道 后来又遇到常不清菩萨 不清教化 接得不退 那么常不清菩萨来教化他们 这些人都得到不退转 啊 都不退转 又提佛达多是善知识 哈 那么呢 经典里面又 法华经里面说 提佛达多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善知识 哈 是释迦牟尼佛过去生的老师 为了要成就他的佛道 所以呢 一直 在释迦牟尼佛 修行的过程里面 啊 就故意 调皮捣蛋 故意破坏他 让释迦牟尼佛能够成就 忍辱啊 成就 这些功德 所以提佛达多是善知识 哈 意思就是说恶人就是我们的善知识 哈 所以书云哈 哈 善者是恶人之师 恶者是善人之之 哈 我们善人呢 就是恶人的老师 哈 善人所作啊 可以做我们 恶人的一个学习的对象 但是恶人呢 恶者是善人之之 哈 哈 这个恶人作恶啊 啊 能够帮助善人 成就善法 哈 顾知恶人之善 哈 知读善人 哈 非能通正 哈 那么恶法能够知读善人 哈 那么这个非呢 非就是错误的呢 能够通达到正 哈 那么其有一法而可舍乎 哈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的问话就是说你们在分什么善恶啊 修得 那这样度众生不是不平等的吗 所以呢 永明大师说度众生我们都是平等的哈 没有在分善人恶人 恶人对我们是帮助 哈 逆争上缘 恶人就是善人的一个资粮 哈 就像我们说 这个呢 是我们的养分 是我们的肥料 那么我们能够成佛 那么恶人呢 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但是我们在自己 修行的话 我们有分善恶 要断恶修善 那么度啊众生都是平等的啦 哈 不要看不起恶人 哈 看不起外道 看不起这些 不辞戒的人 不修行的人 哈 或者是这些 做坏事的人 哈 因为 我 菩萨来看呢 众生都有佛性 哈 不会看不起他们啦 哈 所以呢 永明大师意思说 我们分善恶是指说 我们自己要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用对错去 评价别人说他是对 他是错 然后去指责人家 哈 那么别人做得不好呢 我们忍辱啊 哈 对我们就有帮助 哈 感谢啊 哈 他给我们境界 哈 让我们修行 哈 所以这里说 岂有一法而可舍乎 所以我们并没有说要舍弃坏人 哈 看不起他 哈 再来说 问 无缘不强化 鸡熟 自相应 若余恶不信之人如何诱度啊 问的人又问说 如果没有缘不要勉强度化嘛 跟鸡熟的时候自然就会相应啊 如果 所以说鸡熟自相应啊 如果是像在鱼吃啊 作恶不信的人 要怎么如何诱度 要怎么诱导去度化他呢 哈 意思就是说 没有缘就不要去度他嘛 像那么坏啊那么笨 或者是他根本就不信佛法的人 怎么去度呢 哈 这个是问 那么有名大师回答说 舍于从智平等礼乖 如果舍去遗失啊 然后只 只挑好的啊 这个就平等礼乖 哈 所以我们佛法 叫做普门嘛 对不对 普门啊 三根普辈啊 哈 如果只挑上根气的 像阿弥陀佛啊 啊 九瓶往生 对不对 哈 上辈的人啊 都是发菩提心的人 中辈的人啊 都能够修功德啊 效仰父母的人 下辈的人啊 都是作恶啊 犯戒啊 乃至忤逆食恶的人 阿弥陀佛也都是在度啊 哈 如果说舍于从智就 啊鱼吃的不度啦 我一定要只有度聪明的 哈 那么平等礼乖 这样平等的道理就 违背啦 乖就是违背 哈 所以呢 问的人因为说啊 那个鱼吃的人怎么度呢 不信的恶人怎么度呢 哈 那么有名大师回答说 如果你在分别说 鱼吃的聪明的 哈 上根漆的 哈 那么下列的 这样呢就没有平等了 哈 七二归善 同体卑费 那么你放弃恶人啊 啊只有取这个善人的话 那么同体卑费 哈 同体的慈悲 就没有啦 就废掉了 哈 就像以前的这个 哈 哈 家设尊者啊 跟那个 哈 他们有 有的人专门度有钱的 有的人专门度穷人 哈 那么这样就没有平等哦 哈 再来说 众生本妙不可度量 呼吁因缘激发不定 哈 说 我们不会去分别他是好人坏人 那愚痴 不信的人 哈 为什么呢 因为呢众生本妙 众生的心性本来就是唯妙 哈 不可度量 不可以 不可以测量众生 你不要以为说 他现在很笨 他现在不信 哈 他现在很坏 哈 不可度量啊 呼吁因缘 激发不定 忽然间遇到因缘 那么他的善根呢发起来不一定的 哈 激就是指他的善根 哈 那么他 遇到因缘的时候啊 突然间呢 他就会 呃发心的也不一定 哈 所以这个人每个人不一样 哈 不要认为说 为什么因为众生本妙不可测量 众生他的根性呢 我们又不知道 不能测量 哈 所以呼吁因缘如果遇到他的好因缘 激发不定 哈 这是不一定 不要看不起恶人啊 或者是愚痴的人啊 哈 色未得度意作度缘 以此而推 应虚等化 如果他就算没有办法 让我们度了 哈 没办法去引导他 意作度缘 也能够做一个度化的因缘 哈 虽然他现在 我们那度化他 他不能得度 但是有个缘 以此而推 非因虚等化 那么因此来说 我们要平等 度化 哈 一切的众生 哈 度众生呢 是没有在分 说他是好人他是坏了 上根气 下根气 再来说 若修众善之门 虚心乐欲之念 哈 如果我们要修这些善法啦 你就说 我刚才问的人就说 我们讲说体性都是平等啊 不要去 分别善恶哈 啊你们既然要说要去修善法的话 哈 如果你们喜欢去修善法 布施慈戒啊 那么呢必须要兴取 乐欲之念 喜乐啊 爱欲的念头啊 比如说你喜欢拜佛啊 你喜欢布施啊 那你这样不是产生的那种 乐欲的念头吗 喜乐啊 爱欲的念头吗 哈 因为你喜欢布施啊 喜欢慈戒 喜欢拜佛 那这样不是执着了吗 贪爱了吗 哈 这个问的人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啦 如果说你说我喜欢修善 那就是执着嘛 这种嘛 哈 然后再来说 正爱恶苦能障极灭 福提 举舍两情 启程无碍解脱 哈 他问的人就是说 你如果说要修善 你不是说要赐败 是不是这种吗 啊这种 不是变成正爱吗 哈 下面就是说 因为他要入罪嘛 对不对 譬如说这个人喜欢修善啊 他要布施要慈戒啊 啊他现在要说你不对啊 所以就跟你说 你看你不是这种吗 要这种布施 要这种仕戒 啊你没有这种八观再戒 有责没责 不是同样 心也清静就好了 有什么不可以吃 哈 对不对 那么呢他就跟你讲说 那你这样不是变成正爱吗 讨厌 讨厌坏 饿 对不对 那么喜欢善 哈 那么不是有贪嗔痴了吗 这个叫做正爱 哈 所以这个问话的人呢 简单说他是不怀好意的啊 意思就是说 你也是这种爱你也是贪嗔痴啊 啊你也执着 取舍啊 不是不取不舍才是 才是真正的嘛 所以他说正爱恶苦 如果有称恨恶 啊喜欢善 啊这两个正爱就是贪嗔痴就是苦嘛 对不对 能障 极灭菩提 他会障碍我们的极灭涅槃的菩提啊 菩提智慧啊 啊我们障碍这个涅槃菩提啊 哈然后取舍两情 不是说不取不舍吗 你看你现在取善舌恶 哈 你就要戳戒 啊不然 不然说这个 作恶 那不是在取舍吗 甚至有人说 啊你就要宴离沙婆世界 要取极乐世界 那不是这种吗 哈 这样不是在分别吗 哈分别这个是败啊 这个是败啊 哈 他的问话是这样的意思啦 那么这样的话 那启程无碍解脱 这样怎么会解脱呢 怎么样就怎么才能够心无挂碍 无挂碍顾 无忧恐怖 啊才能够 就近涅槃的 用你执着分别 哈 他的问题是这样 哈 就是说如果起这个念 哈 再来154页 哈 答 哈 涅槃精于一切众生有 二种爱 哈 一者善爱 二者不善爱 哈 涅槃精说 众生爱有两种 哈 简单说 爱不是都是不罪的啦 哈 一种是善爱 一种是不善爱 善爱就是正确的爱 一种是不好的爱 哈 下面说 不善爱者 为于求知 哈 不善的不好的执着 跟不好的取舍爱 这是愚痴的人在追求的 哈 善法爱 诸 菩萨求 哈 对于善法的执着呢 善法的追求呢 这就是菩萨在追求的 哈 什么叫善法爱 就说 我要布施啊 我要持戒啊 我要度众生啊 我要发心啊 我要发菩提心啊 我要修善法呀 那么这个叫做善法爱 这个是诸菩萨求 哈 那么不善爱就是说 我要爱车子啊 爱房子啊 爱我自身啊 爱我家人啊 爱我的财产啊 爱我的名啊 啊 爱我的利啊 这个叫做不善爱 不善爱是愚痴的人在追求的 那么善法爱啊 要喜欢功德啊 法财啊 那么布施慈戒啊 善法这些是菩萨在求 哈 所以爱有两种 哈 一种是不善的 还一种是善的 哈 不是说 有爱就不对 哈 因为他问说 那你说要断恶修善 那就是分别嘛 哈 哈 下面说 华言经云 哈 广大自所说 欲为诸法本 引起圣希望 至求无上觉 哈 广大自所说 哈 那么广大的 这个佛的智慧所说的一切法 哈 那么所有的一切智啊 广大智啊 佛所说的智慧啊 欲为诸法本 哈 欲就是希望 追求 我们想要追求一切智 追求一切功德 追求菩提涅槃 就是要有欲啊 哈 但是这个欲叫做善法欲哦 哈 善法欲 像前面说的善爱 不是那种不善爱哦 不是说我要车子 我要房子 我要民生地位 权利 不是那种欲哦 这种欲是善法欲哦 他说 因其圣希望 至求无上觉 哈 那么这个欲就叫做菩提心啦 叫做愿力啦 哈 因为我们起这个殊胜的希望 欲求愿力 来自求无上觉 来追求无上的 正等正觉 哈 所以这个欲呢 哈 不能说他都是错的 哈 因为呢 这个是善法欲 是成无上正觉的根本 哈 那么我们要起这个 希望心 哈 这是 华炎经讲 哈 哈 我们先休息一下 哈 哈 呀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